光的課程初階一金色之光 让你自己放松下来 慢慢的做深呼吸 把头部放松 颈椎放松 再把你的肩膀放松 接着放松你的背部跟脊椎 再放松你的腰部腹部跟臀部 最后放松你的双腿跟双脚 现在我骑擒墨迹色的天使圣团 静光兄弟们 大天使艾塞瑞尔 加百列拉菲尔 大天使麦可 麦达厂乌利尔 再起请耶稣上师 释迦摩尼佛 歐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起请所有光的上师们 光与爱的天使们 环绕着我 环绕着这个空间 协助我进行今天的静心冥想 现在把你的意识的焦点集中到前额 呼唤灵魂意识自我 个性自我 身体自我 器官自我 及细胞自我 观想它们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的心事 引导这些自我 流进你的较低体系 流进你的身体 情绪体 感受体 理性思想体 以太星光体 再进入灵魂体 这个灵魂体是你们体验内在自我 并与较高觉知 沟通与交流的地方 是你与较高光的存有 光的教师们 天使们 指导灵连结的地方 它代表着光的次元 接着来到头顶上方 15公分灵魂体的中心点 激发启动白色之光 并将它放大 将着白色之光慢慢的扩大 成为180公分的光球 接着以逆时针的方向做旋转 观想着你自己释放了所有的焦虑 还有压力 所有的烦恼 想着你要如何清理自己的思想意识 一切事物都是你们经验的一部分 当你的能量场清理干净的时候 你便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完整 现在将这直径180公分的光球 以顺时针的方向做旋转 感受自己在这能量场的保护中 你的能量是整合而且是平衡的 白色之光 白色之光又称为基督之光 是清理与进化之光 它使你对一切事物有更清晰的洞见 感受这白色之光的能量洗涤你的意识 释放任何不纯净的思想 还有负面的意识 接着来到顶轮的位置 激发启动金色之光 感受到你的全身都被金色之光环绕着 金色之光是转化之光 它转化负面的思想模式 因此常用来激发意识的转化 地球人类理性体的元素 大多数是非常灰暗沉重的 因为理性体是人类意识思想模式的产物 并且是人对周遭事物的理性思想的反应 因此理性体被许多负面的能量包裹着 金色之光 金色之光穿越了思想之波 当这种穿透性产生作用时 负面的影像便会逐渐的化解 金色之光能使这些影像的冲击力 减弱或完全消失 金色之光也被称作动力之光 因为它经由人的理性中心点转化 并散发出来 使得席修的人的目标 理想还有愿望得以具体的实现 在身体和星光体的层面上 金色之光能够释放由于负面思想理念 与态度所累积在器官肌肉与细胞组织里的杂质 同时也能转化由负面情绪所产生的反应 还有感受 金色之光的能量对神经系统有特定的对峙功效 它带来的正负离子使人的脑神经获得平衡 使理性的运作畅流无阻 现在把思想放在头部 引导金色之光的能量进入身体脑的部位 将金色之光的焦点放在你们的脑部 象征你们已经释放了所有导致你们制造匮乏的记忆 还有经验 这些匮乏包括 预阵乏力 前途茫茫 无法感受到生命的喜悦等种种的感受 当金色之光的能量进入那个部分的记忆时 感受自己轻易理了这些使你们 精疲力皆 忧伤痛苦沮丧的记忆 并从中获得释放 现在把金色之光导入你们的身体中 想着光进入你们整个身体 它进入细胞 器官 以及身体自我的所有意识中 当你们吸入这个灿烂的金色之光的频率时 你的身体的频率便开始改变 在你的身体上如果有着需要调整的部位 无论是在心脏肺部消化系统 或排泄系统 将这个能量导向它 能量便会在流动中放大其治愈的能力 只要想着你的身体正在接受着光 并在治愈的频率的改变的过程中 一切你获得释放还有获得疗愈 当光在你之内流动时 感受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在这个频率的触动中 进入调整还有改变 现在把你的焦点放入在光中 接着接受下面的肯定语句 我肯定金色之光环绕着我 所有在这金色之光的人都会获得意识的提升 我肯定我释放对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 与愤怒 我肯定我释放抗拒 并知道我与教高自我以及圣灵是同一个整体 我肯定所有障碍我与教务主合一的因素都被释放到光中 我以神似的力量在我的周围创造一个正面的能量 并实现我内在最深的愿望 继续的让自己沐浴在金色之光中 最后让自己进入更深层的静默之中 最后让自己进入更深层的静默之中 所以,我使用尽阳来就感觉到能够降低 如果继续和平时的静默之间 全面都会取出更深层的静默之间 您是一个非常涌密的地方 今天没有尽量在前面 请集结诀相序 你搞得很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